有家长问说就业导向的硕士看什么排名 这个问题其实提的很有意思 因为在中国的学生家长留学美国 可能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排名 但是就业导向的这些学校专业 它并不是要出研究的这种结果的 它并不能说我出了多少论文 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 像什么加大伯克利 UW Seattle 这样它有一个国际的排名 那么就业导向其实非常多的是针对本地的 你说比如说我在匹斯堡 我能去到本地的大的银行 大的公司或者是在硅谷 或者是在哪 所以在这里边 它是没有一个全国的 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排名的 这就有点像什么 就像文理学院的排名一样 文理学院它就是要来让学生能有更全面的教育 所以你说这个学校的更全面教育 比那个学校更全面教育更好 这个它并没有办法比较 那么就业导向也是 你说这个学校 它就让学生就比那个学校更有可能性就业 它很难比较 这不像说我比较这个学校有多少论文 有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 这个好比较 所以简单来说 就业导向它没有一个权威的一个排名 但这里面怎么选校 你就要去分析这个学校 这个专业 这个地区 它以前的毕业生的就业的情况怎么一样 根据这些实际的情况来选择学校 我有时候开玩笑跟同学来说 就业导向好的这些学校有一个特点 就是印度的国际学生特别多 所以你看这个学校印度学生特别多的 那就是就业导向非常好 而且又是投资汇报比很高的 这样的学校 你就往这奔就对了 那么在以后的两三个月 我可能会逐渐给大家介绍八到十所 这一类的学校 可能有很多学校 你都从来没听说过 但是它的就业就是非常的好 你最后孩子来读书 他最后要什么 最后还是要就业 你说你拿了一个NYU 拿了一个各大的一个学位 最后没法就业 这不是也没用吗 你还不如拿一个就业非常好的这样学校的学位 将来能够就业能够立足 好 这个问题回答这 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美国求学就业找后人 我是沈尔老师 你给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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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